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说话呢 什么武器啊 伤害到你哪儿了啊 我明白了 这肯定是有人告状啊 是吧 我让你解决的是酸彩缸 你跟我说的是花枪 你要想解决花枪 你就先给我解决酸彩缸再解决我的花枪 去 一个字 绝 没事 你找我干啥啊 没事 我就不能找事吗 我怎么有一种感觉你向来踢馆来了呢 我不是踢馆 我要我要投诉 啊 投诉谁啊 不是你媳妇 你老婆 你太太 你夫人 这是我在咱们小区超市买的蛋糕 哦 我觉得这个蛋糕是坏了啊 你给见证一下 大米丁我了解 他不能把坏的东西卖给客人 这坏不坏也不是你自己家人说了算的 你请 这挺好的呀 那蛋糕坏了是能看出来的吗 挺好的呀 那蛋糕坏了那是能闻出来的吗 你尝 好好 我尝尝 我尝尝 哎呀 我都不敢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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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大美啊 大美 你你你不用往下想 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哈哈哈哈 赵刚子 你永远空气清醒醒 我单身这么多年了 大家都知道 我孤单 我寂寞 哈哈哈哈 我冷 哈哈哈哈哈哈 这我们都只挺理解你的 我们也想帮助你 但是这事上我们也帮不上忙啊 你能帮上 你能帮上忙 你帮我 追我一回 啊 你 你真还不明白吗 一会他来 你当他的面狠狠地玩命地追我一回 不行 那不可能 你 我追你 谁相信呢 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追你 除非我有病 你能不能不老往我伤口上撒盐 假追 不是真追 假的都不行啊 你本来是个好人 你咋做了事还不敢承认了呢 不是 我什么事我不敢承认呢 你看 还不承认 大妹啊 大妹 来了 上 赵刚子 你 起身 过来来 干啥呀 我跟你合适点事 来 今天早上 你是不是把一个老头 放到自行车的护架子上运出去了 没有 被你运出那个老头都 那把事让你个骨折了 你知不知道 会 那个老头是我爸 这我爸来看我还没得进我家门呢 那把事让你给弄骨折了 你就说吧 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你现在一定给我说起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这么说吧 反正不是我干的 那谁 那谁干的 那个 这事是我干的 那个 但是我跟你说啊 大妹 第一 我不知道那是你爸 第二呢 我就把他放在那个后车座上了 他怎么可能骨折呢 他真的 不可能 我告诉你哈 有目击证人 来来 你过来 来来 谁啊 来 案发现场这位大姐看见了 对 我亲眼得见呐 我就看见赵副经理退这个自行车 后边拖着个老头 那个老人吧 他很难受我 哎呦 哎呦的 我亲眼得见呐 超红子 我问了啊 坑我就无所谓了 你在外面你还坑老头你 老头 咱你说啊 这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的 哎呀 这个事确实是我做的 我啊 今天本来是轮休的 不应该我上班 早上起来 我一拉窗帘 我一看 今天阳光明媚 我一看天这么好 我得干点什么 完了我就出来溜达 我先溜达到四号楼 我一看 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就到了三号楼 也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又溜回到四号楼 有事的 我就发现有人把这个自行车停在这个楼道门口 这不是妨碍别人吗 我刚要把这个自行车搬走 我看那边一个老大爷咔嚓就摔倒了 我说完了 大爷肯定是病了 赶紧把他送医院吧 我就把大爷送到了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放好 然后我蹬着自行车就去医院了 我真不知道是你爸 再说了 我也没想到你爸的骨头怎么这么酥呢 没用了 我跟你说 大美 我要真的知道你爸骨头这么酥 我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他放后座上 我哪怕我自己放在后座上 让你爸爸自己的自行车都行 说什么话呢 那叔叔自己登自行车 那叔叔自己不就上医院了吗 那还有病吗 对对对对 那咋整呢 那应该是 你蹬着车后面驮个我 那不行 驮着你干啥呀 驮着你大爷咋这样 不行 我抱着呗 都在为你赵刚子歌功颂德呀 真的吗 哎呀 说啥 对不对 建坊林俊们 哎呀 都说你赵刚子高风亮节呀 大义凛然呐 大义灭亲呐 你大 大 你大的连连心都自拉了丢了 你这怎么不像好话呢 我这就是好话 我告诉你 我这为我们的家庭 我争得荣誉 我 你我的妈呀 咱会儿 哎哎哎哎 你为咱们家争荣誉 这荣誉两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怎么那么善的话呢 对吧 你不对 你肯定有事 我没事 啊 我什么事都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不跟我说实话啊 行 你不说实话 我就不跟你说了 我走了 你这大脸吧 大脸光真有事 你说 我跟你说这个好家庭 对我前日风今后的事业有帮助啊 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帮助啊 我们企业家协会啊 要评选一位优秀企业家 前提 这位企业家的家庭必须是好家庭 哦 哎呀顺芬啊 你为什么非得争这个企业家呢 现在我们这个企业家圈里啊 有一股歪风邪气 他们说这个我前顺芬不正 这说的很对啊 这说的很对啊 听你的问题啊 这什么很对啊 这个企业企业家 这种金色招牌啊 那跟好家庭有什么关系呢 是好家庭 我才有资格凭这个企业家呀 哎到时候企业家再聚会 我就举着牌子进去 我让他们看看 我前人说正不正 哎我的妈呀 这歪得更厉害了 行 就这么着吧 我跟你说顺芬啊 你把那评委的资格要了回来 不行 我告诉你 这个荣誉是咱们家的 就是咱们家的 要不是咱们家的 也是咱们家的 那就不是咱们家的了 行啊 少刚的啊 我跟你单挑 你不干是吧 非得群殴 群殴啥啥意思啊 马上让你知道 爸妈 哎 媳妇们出来 哎 干啥啦 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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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开会 干啥 爸爸妈妈 哎 请坐 嗯 你们二老是我们家的家长 你们必须组织 召开一次家庭会议 我先说两句 咱们社区要评选好家庭 赵刚子是评委 可他把这个评委的资格 给让出去了 让就让呗 哎 啥就让就让呗 心那么大呢 就是为啥要让你去啊 我觉得 哎呀我看我大姑子做得对 我同意 是吧 我跟你说你大姐夫做得对 咱们家是不是构上这个好家庭 对 接放邻居自有公论 他不当评委 正好可以避避嫌吧 对 不是他这样的话 咱家就吃亏了 哎呀吃亏是福 他把这个资格让给隔壁王叔了 你吃饱了撑掉 我说呀 都准备好了没有啊 准备好了 三二一 别堵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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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利儿啊 我交代给你的事办好了吗 回姐的话 妥妥的了 姐 Look 不错 我说气儿啊 我交代给你的事办妥了吗 妥妥必须放心吧 今天早上五点半 我就给大情歌打了一个暧昧的电话 我说今天是情人节 大美姐约你在棋盘山的山顶上的棋盘山的炮枕上见面 活动内容 看日出活动要求 死胆 那现在几点了 晚上七点 七点了 差不多叫她回来吧 回不来了 已经冻上了 没听过那段绕口令吗 暑酒寒天冷丰收 嘿连连春打六九头 吉凡山上有个傻大个 别的浪漆 MY 厉 气儿啊 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狠呢 是啊 那我现在就打个电话 找个铲车把它戳回来啊 不用 漂亮 姐 你说你一个刚才网上认识个小帅哥 你至于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已经见过父母了 啊 的照片 姐你说你连面都没见过 你光在网上见过人父母照片 你就咋在要私定中身了 啊 姐我看你这是要玩混沌篮球啊 哎 这有啥可景象的 大清哥都要混沌七八糟了 你说啥呢毛钱 我发现你说话特别嘴欠你知道吗 我长期让他上去挨洞去了吗 今天不是情人节吗 我担心他在这 我不是怕他给我搅了吗 倒啊 来了 哎呀他来了 哎呀来呀 大美姐你知道你 荒山那么没出息你